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十二月下旬又宣称要到世贸组织起诉中国 那我们呢 出于充分理由也对从澳大利亚进口的一些商品 像大麦 牛肉 红酒采取了措施 总之啊 给人感觉中澳关系一下子变得很紧张了 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 这种紧张状态不是现在才开始的 实际上 在刚刚过去的整个2020年里面 中澳之间都在不断发生碰撞 中澳关系下跌的幅度啊 仅次于中美关系 那么中澳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先稍微花点时间回看一下 澳大利亚和我们的关系原来比较平稳 但是呢 随着特朗普上台以后 中美关系大幅度下跌 澳大利亚对我们的态度啊 也在发生很大变化 你肯定还记得美国呼吁抵制华为5G的事情 要知道 在西方国家里面第一个公开响应的就是澳大利亚 而且态度非常积极 2020年新冠疫情起来以后呢 澳大利亚政界的反华声音啊 也特别大 而且呢 带有明显的种族主义 关键是 到2020年4月 澳大利亚政府站出来了 公开指责中国的疫情控制 要求进行所谓独立的国际调查 为什么说这一点很关键呢 我们都知道 疫情爆发以后呢 一些西方政客一直拿我们说事 但是政客主要是议员 他们说话和政府表态在西方政治里面完全是两个概念 在西方国家里真正由政府出面这么做的 除了美国以外就只有澳大利亚 你看这一点就非常说明问题了 而且呢 澳大利亚政府啊 同时还有别的行动 比如说军事上加强和美国的联合 比如说限制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正常投资 说我们的投资啊 正在威胁他们的主权 那这种情况下 中澳关系肯定好不了 到2020年6月呢 我们对澳大利亚进口的一些商品 征收反倾销税 那澳方什么反应呢 马上说中国是在对他们施加压力 他绝不会用主权和价值观做交易 绝不屈服 你看 这是非常高调和强硬的 可以这么说 澳方这种态度和做法 是中澳关系如此紧张的关键因素 那问题也来了 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要知道中澳之间一无历史包袱 二无领土争端 第三呢 也不像中美那样有大国竞争的因素 更重要的是 中澳经济联系还很密切 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出口市场 那为什么澳大利亚对我们的态度那么强硬呢 给人感觉道理说不通啊 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 每一个反常现象的背后啊 都有他自己的逻辑和深层原因 澳大利亚这样一个国家 对中国来说也是重要的 值得我们呢去深度挖掘一下 好 先来看讲座的第一个部分 澳大利亚为什么对中国如此强硬 这个可能是中澳关系里面最需要回答的问题 也是我们大多数人最搞不懂的 实际上你看啊 网上和公众号的文章 现在只要涉及中澳关系 都会谈这个问题 大家说的最多的是这样一句话 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 也是它最大的出口市场 我这里呢再补充几个数字 你看了以后啊可能会印象更深 到2019年中国已经连续11年 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 和最大出口市场 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出口呢 占了它总出口的38.2% 更关键的是 中国是澳大利亚贸易顺差的最大来源 占多大比例啊 对华贸易的顺差 占澳大利亚全部顺差的80%还多 你看这个确实是非常惊人的 可以这么讲 我们对澳大利亚产品啊 最重要的就是铁矿石 这种强劲需求 是它这几年经济还不错的重要原因 所以很多文章都说啊 澳大利亚经济对我们的依赖这么大 还对我们这么强硬 结论只能是 它认不清自己的利益所在 那这种说法对不对呢 应该说有一定道理 但是光想到这里肯定是不够的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正在推出一个报告系列 研究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盟国 如何应对中美竞争 2020年12月17日 它推出了关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那部分报告 题目呢就叫做印太地区对中美竞争的地区性回应 澳大利亚与新西兰 篇幅啊非常大 100多页 里面呢部分内容涉及到了澳大利亚对我们的态度 其中有两点比较有意思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第一点啊是经济关系 报告说中澳贸易量非常大 以至于很多人都认为澳大利亚在经济上依赖中国 但事实啊并不是这样 如果看另外一个重要参数 外国投资的话呢 会发现中国的影响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大 你看啊这个视角确实很重要 一般来说呢和来来往往的贸易流相比 外国直接投资更加隐蔽 也更体现出一种沉淀 影响呢也更深 那对澳大利亚的外国投资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呢 我这里啊有一些澳大利亚政府自己的数据 这张表格显示了最近三年 在澳大利亚外国投资的存量变化 你可以看一下它最大的投资国是谁啊 就是美国 占了四分之一以上 紧接着的是谁 是英国 这两家投资存量加起来 占了外资总额的43% 将近一半了 那我们占了多少 如果排除香港特别行政区只算中国大陆的话 那就只占2% 排第九位 所以啊 别看一下澳大利亚报纸 老嚷嚷 中国要控制他们经济啊这些话 实际上我们对他们的经济影响并没有那么大 这点啊我们要看清楚 那报告里面的第二点啊也很重要 那就是现在是一个和以往完全不同的阶段 什么不同啊那就是以前中美关系相对稳定 但现在呢中美竞争开始了 这是最大的不同 报告说对澳大利亚来说和美国的同盟关系 是它外交安全政策的核心和基石 那在以往的相当一段时间里面 澳大利亚一方面和美国呢保持着最密切的安全关系 另一方面呢和中国保持着最密切的贸易关系 这么做啊在中美关系相对稳定的时期 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现在可不一样了 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显性化 澳大利亚这种方式呢操作起来越来越难 选边站的压力不断增加 报告说啊澳大利亚政府内部的一些人就认为 事实上来自中美双方的压力都在迫使澳大利亚选边 最终澳大利亚可能躲不过去 那从这个逻辑来看呢 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强硬立场啊 已经反映出来它有点选边的意思了 那报告说的这两点实际上给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 对澳大利亚呢可以看得更清楚 但是我这里要强调一下 这个只是一个视角 为什么 因为兰德公司这篇报告啊给人一个感觉 好像澳大利亚呢 以前一直是在中美之间走平衡 只是因为最近两年中美关系太紧张了才不走啊 我想告诉你 这肯定不是事实 这里呢我插几句我自己的经历 在2009年到2013年这段时间 因为工作需要 我参加了东盟地区论坛 ARF框架下的工作组 这个东盟地区论坛呢 实际上是亚太地区的一个大多边结构啊 包括东盟国家 包括中国 美国 澳大利亚 日本 等等等等 将近3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 经常有议题啊 要开会 那个时候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这些会上面 一旦美国对中国发难 澳大利亚一定是第一个响应的 而且往往态度呢比美国人还要强硬 这个基本上就是他的一个行为定势 有点像条件反射 那今天澳大利亚对中国的态度只是把当年闭门会议的做法公开了 所以你看 对于中美 澳大利亚有些行为方式实际上一直没有变过 不完全是兰德报告讲的 因为今天中美竞争加剧 那么澳大利亚这种对中国反常示强的背后 还有什么其他的深层因素呢 我这里还有一份报告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2020年10月份的题目是 澳大利亚强化在东南亚存在的案例研究 虽然讲的不是中澳关系 但是呢 它涉及到了澳大利亚作为一个中等强国的底层心态 这个因素加进去 澳大利亚的行为就好解释很多了 报告说 澳大利亚地理位置处于南太平洋 这个是一个很孤立的位置 所以它有几十年时间一直努力的想融入亚洲 你看 澳大利亚这样一个西方国家居然想把自己定位成亚洲的一部分 这个就很有意思了 说明什么 说明澳大利亚这个国家非常缺乏归属感 只有这样 它才会努力追求成为亚洲的一部分 但是成功了没有 当然没有 报告说 2018年以后 澳大利亚已经放弃了这种努力 讲到这里 我再查一些我当时参加亚太多边会议的体会 你知道 一般大的国际会议开始之前 都有一场招待会 实际上 就是大家端着一杯饮料 转来转去相互聊 是一个交流和彼此熟悉的机会 那澳大利亚代表呢 在招待会开始的时候 一般都会很主动的来和亚洲 特别是东南亚国家的代表打招呼 聊得很热闹 你感到大家都混在一起了 但这是假象 到招待会下半场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澳大利亚人一定是和美国人 新西兰人在一起的 而中日韩东南亚这些国家的代表呢 扎堆 说的直接一点啊 看这个人的长相就知道他会出现在哪一堆人里 所以有些东西啊 是没办法改变的 澳大利亚怎么努力也不可能融入亚洲 它只能是西方国家 但问题是 你别看澳大利亚GDP和人口规模都不算小 它在西方世界也没有多少存在感 就拿我们现在讲的中澳摩擦这件事情来说吧 动静很大 影响也不小 但我们从智库的角度来看 直接分析中澳摩擦的 只有澳大利亚自己的智库 其他西方智库呢 连一篇报告都没有 说实话 我们也感觉到很意外 这个也从一个角度折射出来 其他西方国家真的不太关注澳大利亚 那澳大利亚怎么定位自己呢 我们再回到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那篇报告 那篇报告有一个重要的分析 他发现五年以前 澳大利亚官方援助的主要对象是东南亚地区 一共是12.9亿澳元 然后呢 是南太平洋的各个群岛国家 是12.5亿澳元 那现在2019年到2020年间 澳大利亚官方援助的第一对象成了南太群岛 援助呢 增加了18% 那对东南亚国家的援助呢 下降了30% 现在东南亚国家得到的澳方援助啊 也就是南太群岛国家的60% 那这种变化可不要小看 报告认为 这个说明啊 澳大利亚的自我定位真的变了 把自己定位成了南太平洋国家 那这种定位怎么样呢 报告说 这从地理上来讲啊 没有问题 但是呢 太单薄了 南太平洋地区就几个群岛国家 除了澳大利亚以外呢 人口全部加起来也只有一千万 所以这个定位对澳大利亚来说呢 没有什么意义 只会进一步加剧他自己的身份焦虑 讲到这里啊 一个关键的底层因素就出来了 那就是澳大利亚在自己该怎么定位这个问题上 一直是迷茫的 自我定位陷入迷茫 那他面对外界的变化往往会反应失当 人是这样 国家也是这样 所以呢 用一位新加坡前高官的话来说 当中国崛起改变地区格局的时候 澳大利亚是亚太国家里面反应最混乱 最纠结的 那他对我们那种反常的强硬啊 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这种反应 混乱的体现 好澳大利亚为什么对我们如此强硬呢 基本讲完了 那现在中澳关系弄成这样 澳方意识到问题所在了吗 他们怎么看待现在的中澳关系呢 好我们来看一下讲座的第二部分 澳大利亚如何看待中澳关系现状 中澳关系恶化以后呢 澳大利亚智库出了不少报告 大多数和他们自己政府保持一致 批评我们中国 这一点应该不奇怪 那他们报告里面说的最多的是什么呢 就是中国在贸易上惩罚澳大利亚 结果只会适得其反 让澳大利亚呢 更加坚定的保持所谓的独立自主 并且降低对中国市场的依赖 澳大利亚有个很有名的智库叫罗伊研究所 经常做民调 他民调的结果是 绝大多数澳大利亚人都赞成把出口贸易多元化 就是说降低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度 那这些话传递出什么信息呢 实事求是的讲 这些话不是分析 而是表决心的口号 说穿了就是一种情绪表达 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 有一些报告还是试图深入分析问题 那从他们的那些观点里面 你可以看出澳大利亚方面 对中澳关系恶化的一些理性判断 我把他们的这些主要观点呢 整合成三条 一起来看一下 第一 中澳关系紧张 总体可控 不会无限升级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主要两点理由 第一点 他们认为现在中澳紧张关系的爆发点是在贸易上 但是啊贸易是双向的 中国可以惩罚澳大利亚 但自己啊也会有损失 所以呢会点到为止 我这里呢有一份报告 是一家澳大利亚智库 叫澳中关系研究所 2020年12月发的 这家智库呢设在悉尼理工大学 在对华政策研究方面很活跃 这份报告就说中方对澳方出口下手最重的 是在2020年5月份 对从澳大利亚进口的大卖呢 征收了80%以上的反倾销和反补贴税 澳方当然损失巨大 但是中方也有损失 所以呢 不会在惩罚澳大利亚的问题上走得过远 那第二点理由是什么呢 那就是中澳双方虽然都很强硬 都说要搞进出口的多元化 但是双边贸易的大结构摆在这里 可预见的未来呢 不会出现实质性变化 上面提到的澳中关系研究所 还有一份报告 是他们所长劳伦斯森教授写的 把这个问题啊 讲得很清楚 这份报告就说 中国对澳大利亚出口产品的惩罚 虽然力度很大 但真正受影响的只占澳方对华出口的百分之四 换句话说 大局是稳住的 除此之外呢 中澳贸易里面最关键的项目 铁矿石贸易呢 对中国有制约 因为我们进口的铁矿石里面 百分之六十是来自澳大利亚的 所以啊 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惩罚不会走太远 而且呢 双方都避免涉及铁矿石这项内容 更重要的是啊 报告说 中国未来十年的购买力 预计将超过美国 日本 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总和 那在这种情况下 澳大利亚企业要制定战略来管理风险 而不是仅仅希望呢 向其他市场销售更多产品 什么意思啊 说白了 就是澳大利亚不是有很多人在嚷嚷出口市场多元化吗 但你看 未来中国市场这么巨大 你再多元化也没有太大用处 所以呢 还是要立足于稳定中澳关系 那这篇报告最终结论就是 中澳双方在激烈交锋的同时啊 还是留有余地的 这种紧张关系不大可能再进一步升级 好 那澳大利亚智库的第二条主要观点是什么呢 就是澳大利亚需要合理估算和中国对抗的成本 这条啊很好理解 就像我前面讲的 澳大利亚和中国关系恶化以后呢 他们不少媒体政客和智库的对抗情绪啊 还很强 所以呢 有些智库报告就婉转的提醒和中国对抗的成本很高 前面提到的智库罗伊研究所12月份发了一篇报告 题目就叫做 关于中国由澳大利亚来计算成本 你看这个题目实际上已经把主要内容点出来了 报告的作者呢 我也提一下 就是这家罗伊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 理查德·麦克格雷格 这个人远远谈不上对华友好 但这报告啊还是说了几句公道话 什么公道话 那就是澳大利亚政府对华政策的目标是模糊的 到底想干什么 没搞清楚 特别是4月呼吁对新冠疫情起源进行国际调查 报告说那就是一个关节点 中澳摩擦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现在呢 澳大利亚政府需要认真盘点一下代价了 直接成本是十几亿出口的损失 而且还有政治上经济上的间接成本 你看啊 这实际上也体现了某种反思 还有一些智库报告呢 讲的就更直接了 而且呢 明确把美国拉了进来 怎么拉进来 有报告就说 美国特朗普政府一直在鼓励澳大利亚 在中国面前呢 不要妥协 不要为了贸易而牺牲所谓的价值观 特别是蓬佩奥 他对澳大利亚是怎么说的 他说 你可以为了一堆大豆 出卖你的灵魂 或者呢 你可以保护你的人民 你看 这个上纲上线多厉害 可是当中国对澳方出口采取措施以后呢 澳大利亚在龙虾 牛肉 大麦这些方面损失惨重 美国有什么支持吗 口头上 有的 行动上 根本没有 美国非但没有支持 反而暗中高兴 因为这些东西啊 美国也产啊 也要出口 所以美国的出口商 马上就开始排挤澳大利亚在中国市场的份额 那篇报告就总结 在跨国的商业领域 澳大利亚那些所谓民主和战略伙伴 往往是自己最激烈的竞争对手 你看啊 这样一比较 澳大利亚的代价就更明显了 好 那既然成本这么高 该怎么办呢 这就是部分澳大利亚智库提出来的第三条 澳大利亚对华政策需要一定调整 应该说啊 部分澳大利亚智库的报告在分析中澳摩擦的时候 自理行间已经对澳大利亚政府的对华政策提出了批评 核心意思啊 当然不是说要对中国友好 而是说有没有必要和中国呢对的这么厉害 有报告就说 和中国有矛盾的国家不止澳大利亚一个 有些国家呢甚至和中国有边界或海洋权益争端 甚至呢还发生过冲突 但没有一个像今天的澳大利亚搞得这么僵 和中国部长级官员啊连话都说不上 言下之意就是澳大利亚自己需要想一想了 当然啊这些属于温和批评 我们来看一眼尖锐批评 2020年11月底澳大利亚研究所出了一篇报告 题目就叫做澳大利亚的外交方式需要重大改造 这篇报告啊很直接了当 说澳大利亚政府呢现在没有一个好的外交政策 最后只能依赖一些口号 什么不会用价值观做交易啊 我们不接受别国给我们上课啊 报告里最狠的一句话是什么 说刺耳的垂机胸部啊 只适用于迎背大猩猩当中的雄性领袖 不适合澳大利亚这样的中等国家 什么意思 他的意思就是公开和中国怼的只能是美国这样的国家 澳大利亚就省省了 那这些温和批评也好 尖锐批评也好 有没有什么方向性的建议呢 当然有 总体上建议澳大利亚对中国呢 采取一种更加平衡啊 更加务实的外交 要注意啊 不是改善中澳关系 那这种方式澳大利亚有没有谁可以参照的呢 有的啊 那就是日本 日本和中国曾经有很多的冲突和摩擦 但总体上还是可控的 不影响两国正常的经济往来 我前面提到过的那份罗伊研究所的报告啊 在结尾的时候就指出 现在中日关系充其量啊 也就是不好不坏 但是对现在的澳大利亚来说 中澳关系能做到这个水平就已经很有吸引力了 实际上澳大利亚政府官员呢 私下里已经在讨论今后要学习日本的方式 什么方式啊 做事归做事 话要少说 你看上面这些就是澳大利亚智库报告里面那些相对冷静的理性的观点和建议 当然澳大利亚政府呢不可能就照着他们说的这些来做 但是这为我们判断下一步澳大利亚对中国的政策 中澳关系的走向还是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视角 不过啊决定中澳关系走向的可不仅仅是中澳两国 实际上现在澳大利亚呢在所谓应对中国崛起的时候 非常注重通过一个多国框架 那就是我们在之前两讲都提到过的美日澳印四国机制 那这种效果和影响呢短期内虽然看不出来 但长期来说对我们的影响会非常值大 我们必须加以关注 那讲座的最后一部分 我们就来简单看一下四国机制下的澳大利亚 美日澳印形成的所谓四国机制呢 从一开始啊就是一个针对中国的地区战略框架 但到目前为止它仍然只是个框架 美国啊有的高官说要把这个机制变成北约一样的军事联盟 这是吹牛啊还差得很远了 但是呢它确实是在一点一点往那个方向演进 2020年呢尤其明显 那澳大利亚在里面起了什么作用呢 澳大利亚国际事务研究院啊 11月份出了一份报告 题目就叫做四国机制能起飞吗 他就讲2020年四国机制的所有进展都和澳大利亚有关 比如说六月份印澳之间宣布加强安全合作 九月份日澳印三国启动供应链弹性长 最关键的是11月份美日澳印四国呢 在印度洋举行的马拉巴尔联合演习 说这次连演啊标志着四国机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四个国家上一次连演还是在2007年这么多年来 是第一次恢复四国演习 那为什么现在能恢复呢 报告就说澳大利亚的态度是关键 因为2007年四国演习以后啊 中国的反应很强烈 澳大利亚呢怕进一步得罪中国 后来就没有参加 导致这个演习一直三缺一 那2020年中澳关系紧张以后呢 澳大利亚改变立场 重新加入演习 使这个四国连演终于能够成型 你看啊 这就是澳大利亚在里面的作用 但我要告诉你 这并不是全部 2020年呢 他还做了一件关键事情 影响比我前面讲的那几件事情还要大 什么事情我们最后来看一份 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 2020年12月17日发的报告 这家智库啊 我们在第一季介绍过 全球智库当中排名相当靠前 这篇报告的题目就叫做 日澳接近里程碑式的防务协定 说啊 日澳即将达成一项部队相互准入协定 就是准许对方的部队呢 到自己的领土上驻扎和执行任务 那这样的一份协定 为什么说是里程碑式的呢 因为啊 达成这种协定 一般就意味着准同盟关系建立起来了 报告说 在美国力量不足的情况下 他在亚太最关键的两个盟国 日本和澳大利亚形成这种防务关系呢 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重要 这个属于什么 这属于同盟体系中的交叉之称 就是美国的盟友啊 开始横向联合 相互支撑 那如果从四国机制的角度来看 日澳确立这种防务关系 就相当于呢 在这个机制里面拉了一条实实在在的尾线啊 这种经尾线 如果再多几条 那美日澳印呢 就可能从框架变成真正的实体 在这个过程当中 澳大利亚的角色是什么 你看一下地图就明白了 它正好位于印度洋和太平洋的交界处 同时呢 也是美日印在地理上的中间连接点 你再看我们前面讲过的 印澳安全合作 日澳防务决定 日澳印供应链合作 澳大利亚实际上就是一个关键的结合部 所以你看啊 如果单纯从中澳两国的角度来说 澳大利亚好像就是个原材料供应方 但是呢 一旦把视野扩大到印度洋太平洋地区 把美日澳印都包括进来的话 澳大利亚的战略价值一下子就上去了 可以说没有他这个结合部 四国机制就不可能实体化 但是呢 我也要告诉你 在军事上 结合部往往也是突破口的代名词 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中澳关系需要更多更细致的投入 而且呢 也值得这样的投入 好 这一期全球智库报告解读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一期再见